本土BA.5疫情明顯升溫 國內出現首例BA.5死亡個案 30多歲女性沒有慢性病史 打過3劑疫苗 8月13號快篩陽性 確診後3天病逝 專家黃立民強調 BA.5偏好感染下呼吸道 且感染效率不差 重症嚴重性會比BA.2更高一點 他比較容易感染我們的下呼吸道細胞 而且感染的效率不錯 產生的病毒量也滿高的 黃立民認為BA.5與BA.2 這大概是75分和70分的差異 BA.5的嚴重度就高 那麼一點點依舊是不容小覷的病毒 BA.5上週新增94例 比例佔40.2% 有專家認為這是低估 因為無症狀或輕症的人 不會特別去篩檢 根本不曉得自己確診 推估現在社區BA.5 已經超過一半成為主流病毒株 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預估 BA.5疫情高點 約是上一波的2分之1或3分之2 等於最高約6萬多例 會落在9月20到9月30之間 國外紐西蘭跟新加坡的案例來看 大概它的高點會是 我們前一波高點的3分之2到2分之1 不過BA.5疫情高峰會持續多久 黃高斌認為這一波BA.5疫情 預期會在流感進入流行期前就結束 後續秋冬有無再起可能性 就要看到時候是否出現其他變異株 跟我們的人民的反應是有關係的 就非常小心 那高點就會慢一點來 畢業電影疫情已經加速 專家建議高風險族群 一定要趕快打第四劑 提升保護力 記者楊七號 陳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 當然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掃鈴鐺